Hello,大家好,就说一下不要太在意别人的过错 因为我就是一个非常善于发现过错的人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做这份工作的原因 就是我就是对过错非常的敏感 所以我觉得我这样性格也就适合做我现在这份工作 但是呢,但是人和人相处的时候呢 因为你太容易去发现过错了 有的时候自己会不开心的 那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其实就是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 这你还不是真正的修道人 看到别人的过错 一定是自己身上有要去改正的 那比如说 我们一下子还没有发现自己 虽然自己发现了别人的过错 可是没有意识到自己有 但是呢,但是呢,又是因为我们发现了别人的过错 所以自己身上就一定有 可是我们自己又没有发现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就是如果在意到同样的事,同样的选择 那一定要把我们做的事情的程度要控制住 加油 Ts人吗? 让我们一起~~